沙漠发洪水了好小众的文字 我没眼花了 印象中的撒哈拉 那可是三毛笔下的布毛之地 没想你一次天空就飘落伊丽莎 从此形成了撒哈拉沙漠 更是地理刻上白纸黑字 写着全球最大沙漠 世界上最热最干旱的地区之一 根据光明网的报道 位于非洲北部的撒哈拉沙漠部分地区 近日遇到罕见降雨 两天已下完了一整年的雨 雨量之大为数十年来少见 导致了一些地方出现了 水从沙丘中冒出来的奇特景象 干涸了50年的湖泊重新蓄上了水 有些干旱地区甚至遭遇暴雨引发的洪水 当地气象工作人员惊叹 我们已经有三五十年 没有这么短的时间内下这么多雨了 沙漠里的骆驼也看呆了 沙漠都可以等到水 而我却等不到你 今年第三次听到沙漠洪水 这是沙漠真的要变绿洲了吗 事实上这并不是撒哈拉地区近年来 首次出现的气候异常 2022年1月就曾经遭遇寒流清晰 降下罕见的大雪 所以撒哈拉以后还能叫沙漠吗 学地理的同学们准备好了吗